这么多年都没回来了 这还是家庭好呀 喂 王哥 我知道 不就是欠你两万块钱吗 你放心 这我后妈给我打电话 这两天她就回来了 她一回来我就有钱了 是啊 当然了 那个 我会尽快把钱还你的 那个 王哥 这事你别跟别人说了 哎 那好好好 那这样 先这样说 来 哎呀 肯定是我妈回来了 来了来了 哎 妈 这是你啊 是啊 儿子 哎呀 妈 喝你半天了 来 喝进来吧 妈 来 这东西给我 肯定累回来了吧 哎呀 挺累的 妈 以后你就在我家住下 我跟你要了 你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做什么 那行 可是 这妈 这一回来 就要麻烦你了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 你虽然是我后妈 但是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妈一样对待呢 是吗 儿子 你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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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孝顺吗 妈以后 就指望你了 好你说 你不指望我指望谁啊 妈 你这回来了 回头啊 我去上市给你买好多好吃的 给你做做好吃的 那个 那行 儿子 你去吧 你去吧 妈 我现在手里啊 没那么多钱 要不然你先给我点钱吧 哎呀 儿子 还真不巧 现在妈手里啊 也没钱 妈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手里的某能为没钱呢 你可是大老板 我是大老板 没错 可是 我最近啊 工程款都没下来呢 你先用你自己的钱 等我的工程款一下来 我再给你 什么 工程款 不会啊 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我回来的时候 都是给别人借的钱 你看 那些工人啊 都让追着我要钱 我就没办法了 我回来啊 多几天 你说什么 那你这次回来是来躲债的呀 你在外面还欠了钱 是啊 这工程款没下来 我怎么给工人发工钱呀 那你躲债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这万一追债的人 追到我家 来找我家怎么办呀 儿子 看你这话说的 就算要债的人 他过来也是给我要呀 跟姐没什么关系 你不用怕 说的都好听 你行了吧 我原本以为你这次回来 是给我钱的呢 结果 你是回来躲债的 儿子 这只是暂时的 过一段时间 我的工程款一下来 我就有钱了 你行了吧 你骗小孩呢 嫂子的 你这样回来 我 我都不让你进我家门 拿着东西 赶快走 去哪儿去哪儿 追房了 走走走 你这是干嘛呀 走走走走 你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啊 以后 你跟我没关系 我还不认识你 我这边讲到 这追房呀 翻了脸 一翻出还快呢 我一说我没钱了 立马呀 就把我从家里 赶拉出来 哎 我看呀 也直往不上它 燕子 妈 这不是你啊 妈 燕子 你怎么要捡垃圾呢 这不是我那个弟弟 把我家赶出来了吗 我为了能挣口饭钱 所以只能去捡垃圾了 你说什么 飞猫 把你也赶出来了 你说这个对吗 现在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你在哪住呢 我在之前我们家住的那个老房子里面 哎呀 那老房子多少年都没住人了 还能住吗 凑我一下吧 对了妈 你不是在外面当老板的吗 你怎么在这呀 燕子 不满你说 我有一个工程呀 这款呀 一直没拨下来 药账的人呀 天天追着我 我没办法了 我就回来呀 多几天 没啥子 我刚回来的时候 去了新老家 所以我挺热情的 你说我没钱了 立马呀 就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 他能做出这种事 也不稀奇 妈 那你现在是不是没地方可去啊 是啊 你要不嫌弃的话 你就跟我去老房子吧 那行 走吧 走 王哥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那个后妈她回来 根本没带钱 外面还借了一个六战 我把她给赶走了 王哥 你的钱你放心 我这两天想办法给你借 也要还给你 你再帮我两天时间 行不行 王哥 好好好 那好 那行 那我挂了啊 谁呀 谁呀 你是谁啊 那个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李翠岚的家吗 不是我和我妈妈 她找她干什么 好 我知道了 该不会 现在要债的吧 啊 那个 不是他家 你找错了吧 不认识他 不是他家 啊 对对对 你去别的地方找找他 他就是 喂李总 你给我收的地址 我已经到这儿了 他说他不认识你啊 那行行行 你重新给我发个位置 我去找你 那个工程款啊 有五百万 等一下 我就给你送过去 那行 那我先挂了 那个 既然不是他家 那打扰了 哎哎哎哎哎 那等一下我问了 什么工程款啊 就是那个李总 我们之前不是欠了他一笔工程款吗 现在工程款下来了 我是给他送钱的 哦 你是给他送钱的呀 是啊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送钱的 这我妈 不就有钱了吗 我得跟上去 那不是我姐了啊 那不是我姐了啊 这样子 有愧呀 再就走 李总 哎杨秘书 你过来了 这个工程款 我给你拿过来 有五百万 杨秘书 真是太谢谢你了 害得 你也跑到老家 给我送过来 李总 你就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之前啊 我们老板还说呢 这工程款 特限你这么久 我们已经够抱现的了 没事 那个李总 但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那好 杨秘书 你小心 行 妈 他是谁呀 他就是 刘宗的秘书 骗你钱了那个 对呀 这样子 他没有钱了 你说说 你想要什么 告诉妈 妈 我什么都不要 我的天哪 这工程不要呢 我在大城这里 给你买条房子 以后 你跟妈一起去 妈 原来你在这儿啊 刚才我让你走的时候 我就特别后悔 我就在找你 这找了一路啊 终于找到你了 行了 对吗 你是不是知道 我有这个了 你过来了 妈 你看 刚才我是给你开玩笑的 我听说这里面 有五百万的 有多少钱 跟你有关系吗 对吧 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呀 刚才你对我 说话可不是这个态度呀 妈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给你开玩笑的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你在我心里 比我亲妈还要好呢 你以为我会再相信你说的话吗 我看呀 你眼里只有钱 有钱了 什么都好 没钱了 我在你眼里呀 什么都不是 我真没想到 对妈呀 你能做出这么离火的事情 你自己的姐姐 你都能 把她从家里赶出来 说话 我说好妈呢 我告诉你吧 对妈 说你以后 咱俩 没有什么关系的 燕子 走 妈有钱了 我带你去大城市去 喂 妈 姐 你你给我说两句话呀 这 这叫什么事啊 这 这我怎么什么都没落着呀 这也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 那样对我了吧